下一首第七首 Lala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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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iness HAPPYNES 明儿儿啊 听着很呎 但不知道 故事量好大呀 他写的太好了 这首歌虽然旋律 我不是很能get到 真的 就是 相同的故事 别人写可能就很简单的几句 对吧 就很简单的旋律 对他们来讲叫写歌 泰勒斯这个叫创作 这个happiness 虽然没有我想象中的 就是很欢快啊 很喜相 毕竟这张专辑的这个曲风 这个基调就是这样的嘛 你也保持这个专辑的同一性 对吧 但是确实是这个词让我闭嘴惊艳 啊这个前奏我爱了 这个真的是故事量太大了 这张专辑看来我又要听三思变才能听明白怎么回事啊 这首歌真的是作为巨蟹座我很喜欢 哎我怎么说呢哈 其实上张Folklare我听着听着快听睡着了 那这张专辑在听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我特意找了个晚上晚上听哈 因为我今天白天也去忙了 嗯我真的觉得它跟Folklare比它有新的惊喜 但是它完全没有 我会觉得说这两张专辑的这个同一性有点太强了 我会觉得说这个曲风我get不到哈 完全没有 我会觉得说这张专辑我应该比Folklare更加的仔细品位 更加的应该多听几遍哈 非话不多说吧 我们来听下一首 下一首就是那首特别诡异的柯尼岛哈 柯尼岛我真的没想到就是2017年哈 那个时候我还在航空公司飞 那个时候就传出来就是啊 新专辑的首单柯尼岛 然后粉丝就是把那个歌词都给暴露出来了 而且那个歌词还各种就是定与从就的什么 但还写挺好的你知道吗 我觉得说这个词而且写得很有你眉的风格 但是结果呢是个Fake News哈 然后我们今天来听一下真正的柯尼岛 我觉得应该是泰勒斯听电的粉丝这个传言 他觉得挺有意思的 然后他就真的写出来这首歌了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主要是看歌词到底是不是当年那首啊 我觉得应该不是 停一下我现在我先跟大家说哈 这张专辑可能我会不会像以前那么嗨 然后那么激动 不是我不喜欢 是因为这张专辑真的需要你一边听 然后一边寻思 一边寻思 一边思考 然后一边看这个歌词哈 希望大家能理解哈 这个声线我真的很难不激动哦 你要不给他们弄个MV你对得起 他们这个每首歌的这个质量吗 不想说你傻了 我觉得是看歌词 想要不应该 知道你这故事吗 跟上 不正 人 有 你 知道 你说 懂 不 这首呢我没有啥特别的感觉哈 但是它的旋律还是很专 但是跟上张专辑有点太像了 的确这两张专辑就是A B面对不对 就是姊妹片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可能到中后段的吧 有点疲软了 不能说张转机不优秀 只不过我不太适应 就是一直听这一个曲调的 但其实一直一个风格 一直这个曲风 其实是对他的奖运会有影响的 对他拿奖是有帮助的 我们来听下一首 Coldboy Like Me Coldboy Like Me 你单听他可能没有很抓耳很惊艳 但是你稍微配一个电影也好 或者说我的Vlog也好 超级超级有质感 真的有质感 我应该会标记我喜欢 Long Story Shot 来停一下 就他这张专辑 这个故事量 这个内容度 够我们美粉 应该琢磨个一两年的时间了 才能把完全的故事线 彩蛋都理顺 特别是上张专辑刚诞生 不到半年的时间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 我感觉他 我就有一种 听这张专辑听一大半的 我会感觉说 这张专辑发完了 然后重录的他也发完了 我感觉他就要结婚生孩子 这种感觉 感觉就是 退休前的回光返照 感觉这张专辑 这几张唱完之后 然后重录也录完之后 感觉他就要休息一段时间 那种感觉 我们接着往下听 母语是英语的观众听众们 应该听到这会更来劲 咱们这种非英语母语国家的宝宝们 我觉得可能听到这 其实有点听不下去了 特别是像我这种 录着reaction的人 就是拿着高清相机 对着你的脸 就是完全记录你的状态 这个时候稍微一首 就是曲风偏轻快的这首歌曲呢 会就是吊起我的这个积极性 我的这个兴奋的劲 这首歌肯定质量还是在线的 但是并没有让我很喜欢 我们再听下一首吧 这就是他姥姥的名字 对吧 这首有点蛮期待的 这个歌词还有内容啊 让我好好看一看 这张专辑啊 可能如果Folkador拿了年专的话 那我更偏向这张专辑 年制真的可以要入围一下了 如释重负这首 这都不是四级的词汇了 不在我的知识储备范围内 你们发现了吗 到中后段 已经开始 自己想唱什么唱什么了 这本主要经历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听这个歌词 看这个歌词的大意很痛苦啊 这两个人在对唱对骂的感觉 感情里的各种纠缠 各种故事 这首作ending太适合不过了 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张专辑是Folklore的姊妹片啊 就会减少期待 特别是现在这个疫情期间 首周应该是没有实体的 上张专辑我记得首周是60万 然后50万的失销 对吧 这张专辑个人预测大概是在四五十万吧 首周啊 首周他怎么都会惯 他闭着眼睛 他就是不发歌 他就是放 他放个屁 我觉得都能惯 专辑的话肯定是能惯的 但是你要说单曲的话呢 个人认为首单选的是蛮正确的哈 首单这个Villow 就是我觉得没有比他更适合当首单的了哈 Villow确实是我这十五首歌也是最喜欢的 嗯 个人认为哈 这张专辑不能单单的你把它当成Folklore的姊妹片 因为它比Folklore更加的不 不会就是像咱们传统异理就是那种 我就怕呢格莱梅觉得说啊 你这个原来你能写更好的 对不对 你能写出更好的作品 那Folklore那可能就让你简单赔个跑 或者说就是通类就不给你了 我会有点这种想法哈 那再一个就是说 呃 其实从LAR开始他这个时销啊 的确有点走下坡路 但不是他的问题 是整个唱片业 唱片市场的问题 作为他的粉丝 还是希望他能再再次回归的时候 如果再注重商业成绩的话 我希望还是能再破一回百万哈 因为毕竟呃 粉丝其实是比郑主要更就是更看重成绩的哈 郑主可能他现在就愿意看那个奖项呗 但其实他已经两度获得格莱梅的年度最佳专辑了 我觉得奖项来说也不差啥了哈 他现在估计也没那么看重了 他现在真的是已经开始自己挖掘自己的这个艺术人格了哈 我愿意花时间去仔细琢磨他 仔细去嚼他哈 这张专辑个人如果是十分的话呢 个人会打八分吧 剩下两分是我的阅历不够 我的这个文化水平不行 我需要足够的时间 足够的精力去仔细的去欣赏他 气球蔓延的去欣赏他哈 那这次reaction呢我肯定也会剪的不会每首歌都放完整哈 肯定会把高光highlight剪出来 这样子大家看着也不困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 千万别忘了给我一切才能关注一下 他真的是我最喜欢的一位女歌手了 那我们就下节诗篇再见吧 拜拜